高速公路安全保險協會的一項最新研究發現 目前全美汽車前燈的設計表現 難以令人滿意 急需改善 高速公路安全保險協會 是首次針對汽車前燈設計進行調查 他們總共研究了82個不同配置的 31種品牌的中型汽車 最終只有高級配備 擁有LED前燈以及輔助光的 豐田Prius 5型混合動力車的前燈 獲得良好的評價 而普通配備的Prius 5前燈 得到了不及格的評價 在這一次的測試當中 除了最高配置的Prius 5的表現不錯之外 還有11種車型的前燈 得到了可以接受的評價 9種車型得到勉強可以接受的評價 另外10款車型的評價則是不及格 不建議消費者購買 高速公路安全保險協會的 研究人員表示 在死亡交通事故當中 有近一半都是在夜間或黃昏 等等光線不足的情況之下發生的